请问喝点什么 我想请问你们这儿 对不起 可以麻烦你大声一点吗 你们招品鉴师吗 品鉴师 我们这儿连服务员都不招 只招保安 因为我我看见这儿说你们 招品鉴师 所以我们这儿连服务员都不招 所以这是我的简历 如果你们招品鉴师的话 可以给我打电话 好的 有合适的我会联系你的 服务员也行 谢谢啊 请慢走 谢谢 招呼 帮子舒服务员总品鉴师 不招 叫你招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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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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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半天在开门呢你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我到我闺女这儿来 我还要提前预约吗 不是 我可以接您去啊 不用 你干吗不让我进屋啊 家里太乱了 我收拾家户呢 收拾家户叫什么呀 让我进来看看 这要准备搬家呀 不是 就是东西太多了 不想要了 就归着归着 人家有秘密 行 我不看你秘密 我告诉你啊 有些东西你看着现在不用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需要它了 破家吃万贯都留着啊 留着 放着也是放着 家里都摆不下了 男的还用面膜呢 杜思远的呀 我这辈子从来都没用过这玩意儿 您要要您拿走 反正它也不用 它不用啊 那搁这儿干嘛 我拿回去 对了 闺女啊 我最近这个看电视啊报纸啊 都说这个股市有点暴跌 我有点着急 我让杜思远给我打理那只股票 行情怎么样啊 涨了还是跌了 挺好的呀 在杜思远的朋友那儿放着呢 放着呢 那什么意思放着呢 放 你跟着来干嘛呀 本区居民疑似失踪 虽然没有人报案 但是我作为一个骗警 我来这儿也是我的职责呀 没人报案你跟着来干嘛呢 明显得在这儿看我笑话呢 全 我觉得你以前挺聪明的 你怎么现在认识这周翔 怎么智商就变成零了呢 你说你没事 你到人家门口敲人家门 干嘛呀 人家要失踪也就罢了 人家要故意躲你怎么办 他怎么会躲我呢 躲你 你敲的门也没用 你别废话啊 我这两天给他发微信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说不定他真有什么事呢 我过来看看人家怎么办 行行行 下周就刑警队考试了 你别把这事都忘脑后了行不行 行 我知道了 这事我能忘了吗 好吧 那如果他要是 失踪的话 你准备怎么调查 你看 周翔呀 每两天都会过来放一次狗粮 不过按照这次剩余的狗粮 你来看的话 他应该是在走之前 故意来放一次 还有啊 你看这儿 人计稀少的 对吧 也没有什么保洁呀 邻居呀 爸 说到这儿我还真给您说道说道 这股市太奇怪了 您知道吗 杜思远那些股票啊全都赔了 都跌了 您那个非但没跌还涨了 涨了还 可不吗 他那朋友就说呀 这股票一定要长期持有 放长线知道吗 越来越好以后涨得越多 您发财了 真的涨了 你瞧瞧 这真是有意思 我觉得呀 这股市这些事啊 我慢慢弄明白了 不能藏在里头待着 待时间长了 说不定又跌了 您把我那钱啊 从股市里上都算 都给我取出来 别爸 人家专家都说要您长期持有了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我不是不放心 你听我说 我是有急用 什么急用啊 小夏 听人家劝说 股票炒股啊挣钱哪 把他自个儿那点钱 全给弄到股市去 现在好 跌了套牢了 我们川江人家现在流动资金 周转资金都没有了 你说不能让店关了门吧 对不对 我说我把我股市的钱取出来 先用了 您要借钱啊 算是借钱吧 不是 要挺好的 你都 干嘛拿出来啊 我是川江人家的老人 我不能看着这店 疯了火 是不是 那我是觉得吧 对你年后对钱啊 别瞎借 没事的 知根知底的 他能不给我还吗 这是那个小夏的卡号 你取出来钱 就直接给他打进就行了啊 那这个我带走了啊 我呀 没事晚上我也贴贴 爸 那我不送您了 不用了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不是 说不准哪天在河边 就看到一个尸体什么的 你找揍是吧 开玩笑 开玩笑 他家不是有只狗吗 对不对 如果他狗在的话 就说明他没有走远 也没有走太久 现在他肯定是被狗带走了吧